好,我们回家上京客内容啊 上京客画了熊吉 是一个临摹的作品,对吧 简单的这种卡通形象 卡通形象其实颜色还是挺简单的 这次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做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就是你可以从电视剧呀 或者综艺呀 或者什么什么地方去找到这个人物的素材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 史料化的东西 怎么做呢 我们切到AI 这是N工具 把它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这是一个头发 对吧 这是一个头发 然后 Ctrl Shift Alt加A 取消这个东西 把它这边再抽一 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是画灵为整吧 应该说是 然后这块呢 要 双击控一下它 这个 编辑所选路径的路径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把它 你注意刚才那一下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封闭的是吧 在这儿是可以封闭的 但是我要把它切过 切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东西 删除掉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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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看啊 这比较切合这个亮相 然后呢 这个描边 什么把它变成 边角这样 啊 看啊 看吧 然后是鼻子 哎扛着说一下a把这个去掉 然后再调整这个东西 我说是鼻子 是不是要按一下Ctrl Shift的加A把那个取消掉 好 好 我们要先把这个脸上好颜色 上好颜色怎么上呢 这就得分成一些组了 Ctrl A全选 然后有些东西要选出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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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要选出来 诶是有个键加选上一些 看完了 加G打个组 然后把它先隐藏掉 有些东西还得搁进来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东西 要把它们两个 在哪了 这两个对吧 放进来 其他的东西呢 再打一个组 Ctrl G 打一个组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要把这个涂层的这个模板去掉 然后再 去取一些颜色 当然取颜色 我觉得应比这些淡淡一下 这是什么颜色 这个才是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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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建一个组 然后衣服的颜色 头部的颜色 衣服的颜色 就是就要两个颜色 就可以了 shape的取这个样 然后新建 确定 放上去 好 好了 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眼睛先关了 然后在这块去上色 这个石上色工具 去把这块上上 哪个组呢 这个组 好 然后再用 黑颜色 黑颜色 这边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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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上色 好 然后开这个眼睛 把它放到上面来 好 然后在这个组里边再上色 可以 石上色 合并石上色 不 这不对啊 这个组先锁上 在这个组石上色 可以的对吧 可以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 眼睛是白颜色的 然后呢 要给它上一些高光 在这里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 里面是白的 这样可以 这个如果也是没有的话 这样 把它的位置 拿到这个位置上 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对吧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等于是新画了一条路径 放到这个 这个编组里面 不影响那个东西 可以 手上色 把它的线条 填充 手指上白颜色 好了 白颜色 这个啊 都在这块 好 这会有了 我都知道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呢 还有很多细节的调整 比如说 这些 这个锁定了 对吧 它的线条 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窗口里边的这个描边 描边把它选住 然后呢 让它是更低一些 更低一些 看见效果呢 这个就有点 但太低了 太低了 这个描边如果是0.5呢 0.75 看一下这个感觉 它最终其实还是要有个描边了 对吧 有个描边 我觉得0.5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 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描边了 比如说 这个鼻孔 但鼻孔应该没有这么深 鼻孔应该是这个颜色的 先取消选择 这个颜色的 有 有加深黑 差不多这么个颜色 然后呢 选择这个颜色 看不太出啊 对唇什么颜色呢 应该是这个颜色的基础 加一些东西 然后再复制出来 红颜色加上去 色彩模式有HSI的方式 嗯 我觉得是 差不多这样了 它上上上去 上上去 上上去 这个颜色就是白颜色了 黑颜色 然后里边是相对来说是深的 就是跟鼻孔是差不多一个坑的颜色 哎 这边呢 这边的颜色其实就 可以把它当做这个颜色 这颜色 哎呀 是这个颜色啊 然后这块要处理它一下 A工具把它这个 先头处理好 然后呢 这边上面是 还可以了 还可以 这块 是有一些这个皱纹啊 这个 这个细细枝末节的东西 我们要继续缓 把这个眼睛关了 这个眼睛关了 然后 加一些东西进去 就是这这块的这个东西 加进去 这块是一个东西 加进去 就是这样的东西 加进去 加到哪个里面 它们两个是一个选中 加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呢 这块就是脖子 脖子 脖子不但要加到这个里面去 而且要加到时尚色里面去 所以时尚色就可以上色 这个颜色去上 时尚色组 选中它 时尚色组 它不是这个组里面的 它这个脖子应该是那个组里面 先拿它上来 拿到这个组里面 它是不同的时尚色组 好 这个再放到时尚色组里面 再去开工具 选中 这个组 让它上上去 好了 上下的就是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这上上还有 这个有点不好看 我觉得是 就是这个眼球和眼球差的也太远了 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时尚色组里面 去控制一下它的 这个眼球大小 你要么都是 巨大黑眼球 要么都是小的黑眼球 你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对的 我们去看原样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有没有这么大 对比一下 好 对比一下 可以的 然后K工具 对这个时尚色组 这两个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对它上这个黑颜色 好 是一个小亮点 小亮点 反正后面也可以有一些阅文 对吧 就这样的一些 N工具 在 新建图层 在这 每次画了之后 要 取消编组 看着是有的A 这样的东西 这些都应该细小一点 我觉得 这些应该更细小一点 然后是不是应该R5 把它们再放到这个编组里 没有问题 好的 然后就是衣服 整体感就是 这边如果眼睛大了 眼球大了的话 那边也需要变化 所以就这边的眼球大了 工具选中它 这个锚点这个锚点这个锚点 或者直接选择这个路径 然后把它这样的这个锚 这样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A工具再去 好 完成了 这底下这个楼的缝要处理 整体感还可以哈 就是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这个底下 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点的 这个位置 西枝末节的东西 很多 然后呢 就是这里面还可以加一些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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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哪图上上画呢 现在新图上上画 然后在新图上上画 新图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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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不要选择的时候 Ctrl 摄影价 A 取消 就是 点中 点中之后 Ctrl 摄影价 A 取消 然后再这样 取消它 它就不会在里面了 这些东西搁哪儿呢 应该搁在衣服那个东西里面 对吧 这些是牙的 Ctrl 加 G 可以打一个组 不是这个 这些是牙的 这些是牙的 把这些牙的都选中 就是有时候可以去符合路径 那有的时候直接打个组 也挺方便的 这样 就是Ctrl G 打一个组 把它放到这个里边来 这个就很清楚什么是什么 对吧 这是什么组呢 这是牙组 牙组放到馆长组里面 对不对 这些东西放到哪呢 放到这个 衣服里面 就是外轮廓里面 这个十字编组里面 这个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可以上色了吧 对这个十字编组可以 K工具呀 Ctrl Z啊 K工具上这个颜色 Ctrl Shift 加 A 取消选择 然后选这个工具 去上色 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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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为了轻触起见呢 可以把这个色再亮度加一点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对吧 这样一个感觉就上去 好 这个眼睛还是有点别扭 这个眼睛还是有点别扭 别扭原因就这边的白点大 那边的白点小 把它调平衡了 选这个路径之后放大 这样我觉得就平衡一点 哎 对吧 这边有小 具体应该多大多小呢 这个就 看你要表达的方式 微工具 挑大挑小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感觉 还有什么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层阴影 这层阴影啊 我们就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眼睛开开 然后在这个图层上画 就是找这个阴影的颜色 然后并且把这个阴影勾出来 在这个图层上画 那么我觉得这一层是可以做成一个阴影的 那么整个的就是这一层 好 然后呢 这一层是可以做一个阴影的 整个的这一层 然后呢 这一层是有一个阴影的 这一层 等会儿啊 Ctrl C++ A 把这个取消掉 然后这块呢 有个 有阴影的层 还有什么呢 Ctrl C++ A 这一层 有一个阴影啊 这一层 就是它的下边相当于 有个阴影啊 然后这个的下边 有这么一层阴影啊 好 然后还有什么呢 嗯 基本上就是 那我就选中这个吧 选中这个路径 然后呢 把这个下边也都 这个阴影挂起来 这块也有一点这个感觉 什么 看这个得滚家挂 选中这个路径 N工具去跟它挂接一下 是吧 嗯 这底下可能还有一层阴影 嗯 这块还有一层阴影 但是这一层阴影其实也是就是阴影高光在一起的 因为它光是从那边打过来的 这一块肯定是一层阴影 好 那么这些阴影就设置好了 这个阴影呢 这种 可能要选中它们 对吧 线条是没有的 颜色呢 就是黑颜色阴影色 Ctrl G呢 打一个组 Ctrl G打一个组 把它放到哪呢 放到 差不多这个的底下的感觉 哎 这个眼睛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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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层阴影色呢 有点太猛了 怎么办 这层阴影色 整体它的不透明度要降下来一点 整体不透明度 这样一点 然后呢 有些东西还得细调 就是 这个东西还得细调 这个东西 它因为这是鼻梁的这个位置 要么你调这个梁 要么你调那个东西 是吧 就是实际上应该是 这个音颜色取得不太对 小妈妈把它理清楚这个逻辑 这么一个感觉 这一块 在 微工具 这一块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 这个点呢 A工具就可以摸上来 摸上来一点点 好了 这块的差不太多 这块的 就是 要处理 因为这层阴影上的它还得 合情合理 对吧 这边 这个点 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点差不多 好 然后ENC退出这个这个模式 这层阴影色呢 就上去了上去了 这样呢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 这个画的制作 这个画的制作 当然我们还可以整体调效果 就是 选中这个整个涂层 然后 重新设置颜色 比如说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脸的颜色 这是嘴唇的颜色 应该更红一点 是吧 然后 然后就是没那么红 是吧 没那么红 还有一些细节就是这个 比如说嘴唇的不应该有黑边 那这怎么办 你能调整 Ctrl加A工具 去找到这个点 然后把它挪过来 挪过来之后呢 比如这些线条有问题 那就用实时上色选择工具 选择这根线条 加这个线条 加这个线条 哎呀 不要选择嘴 Ctrl再抽 加这个线条 哎呀 Ctrl再抽了啊 Ctrl 嘴 你得就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一根线条 两根线条 三根线条 好了 把它设置成什么颜色呢 黑颜色是不行的 把它设置成这个颜色 并且呢 让这个颜色双击它往下面走一点 走一点就得 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这个线条就柔和多了 柔和多了 这个位置呢 也要处理 也要处理 好了 都设置好了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看了 这个 这个就是完全制作出来了 把这个背景啊 隐藏一下 背景隐藏一下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 这个矢量图形 当然我们其实 制作的就是表情这一块呢 就可以 拿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 这就要的是这一块 对吧 要的是这一块 把它Ctrl C出来 然后可以和另外的东西 比如这个东西 混合一下 一个胖娃娃 这个是棉花 是吧 棉花 这块呢 这块呢 就把它新捡一个涂层 然后呢 Ctrl V 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呢 先搁在这儿 然后再捡一个涂层 去怎么样 去控制一下这个 在这个图层上 在这个图层上 做个圆圈 把它就是涂抹一下 刚才我用斑点画笔工具吧 这个 把这个东西涂抹一下 这样涂抹一下 耳朵留着 这部分涂抹掉 然后呢 把眼睛开开 再把这个东西放到上面 它的上面 它放得好 就把它放到下面 对吧 然后把它 这个选中 这个这个锁住 这个也锁住 把它挪过了 注意它的位置 对吧 然后这样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呢 就是 有点问题啊 就是 它如果很瘦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两塞的东西 所以两塞得去 就是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要去掉 这个东西 按Ctrl键 这个东西 Ctrl shape键 这个东西要去掉 剩下的东西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 这样 这就是这样一个 东西 当然如果 更好一点 还是要更旋转 对吧 更旋转 这样一个东西 完成了 咱们这次呢 那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